早上好 咪咪 这天气暴终于是暴准了一次 说下雨就下雨 那今天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坐在这里喝茶了 早上好 今天你们怎么都不出去了 出去野蛮 你们也怕吧 淋湿了冷是不是 来拨 我早上起来你都不靠近我 还是小白现在变乖了 大黄你别舔我 来小白 这个小白这个毛摸起来好舒服 小白是动手不动嘴 你看这个他牵牵爪 过来来福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你怕什么呢啊 我又不打你不骂你 还单独给你加餐 今天这个雨可能会下一天了 这是上次炸虫肠 这是上次炸虫菌的菌油 这种是熟油了啊 所以直接这样倒进去 不用加热 下一碗面条吃 呃 此晚的话汤碗都送几只小狗了 所以我就用饭碗带 煮烂了 这雨一直哗哗的下个不停 雨声其实是很响啊 只是手机的话 它这个收音效果没那么好 今天看 如果说一直这样下雨的话 那就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坐在这亭子里面喝茶 然后的话就把那四只小狗放进来 和黑牛好好熟悉一下 因为这几天黑牛 它老是经常要跑到那大门口外面去 我在的时候小白很老实 我不在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 虽然说我是农村出生啊 但是很多那些农村的知识 我不全面 有的甚至是不懂 就比如说养狗我就不懂 我以为就是说小狗 给它吃好一点让它长个子 所以之前经常剩那么多米饭 狗娘剩在那里 导致它吃了睡睡了吃 虽然说个子长得快啊 长得标肥体壮 但是的话这和养猪没什么区别了 家里有什么老鼠什么它都不管了 反正它吃饱了就睡 后来一些专业懂一点的朋友就跟我说 狗不能喂饱而且的话小狗最多只能喂鸟餐 早上一定要少喂不喂晚上喂 这样的话它饿着肚子就会激发它首孽的天性 它就会到山里面去找各种各样的吃的 哪怕是抓一点蝗虫啊 地骨四角蛇啊 老鼠啊之类的都对它锻炼它的烈性非常有好处 呃猫的话恰好相反 早喂猫晚不喂 也不能这样喂饱 如果天天跟它营养这样很全面的话 基本上也成捧物猫了 呃非常感谢大家给我分享这么好的知识 今天这个鱼可能停不了了 要给它们打一个吃饭的鱼棚才行 大黄是特别照顾的 不过它每次在里面吃饭啊都是很固定的 那把鸡放出来吧 咪咪上来 你妹妹呢 你妹妹到哪去了 毛又湿了 这么大雨天你还往外面跑 来吃东西 过来 回娘 人家吃饱了 把你孙子大哥放进来 你要照顾去娘 带来米牛 来吧来吧 跟你 先让他们吃饱 要不然把那几只小家伙放进来 黑牛等一下又躲起来 又有肚子 你吃嘛啊 你下雨天能在外面找到什么吃的 多吃一点 咪咪的妈妈有十多斤 呃 是差不多两个多月前的视频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鸽头很大呀 咪咪我估计也能长得十多斤 这个黑牛长得挺快哦 我要帮你们四只大哥放进来了 等一下别怕黑牛啊 上次不是好好的吗 是不是啊 没事啊 大黄小黑小白小虎来福 第一谁大黄小虎第二 小黑第三 小白第四 来福第五 过来来福不要紧不要紧上来上来不要紧不要紧 别怕来福 我允许你上来不要紧的来嘛来嘛来福 来来来来乖乖乖乖来来来来 哦好大黄哦行行行 他们都说你是甜狗大黄你不要这么热情 啊你像小白一样高冷一下我现在倒体喜欢小白的 来福不要紧啊这里以后你可以自由上下 来大黄先亲一下你 你兄弟对对对对对 还有这个妹妹 这里还有一个妹妹 来这里 你看这里嘛 对亲一下 哇这个黑牛不怀好意啊 哎呀凶他 啊 z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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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食材有姜蒜 青红椒 萝卜 萝卜的盐饭已经洗掉了 我们这边一下雨了 降温就很快 刚才打电话给大伯 大伯说在家里烤火 哇 真要睡觉 你不冷啊 把被子盖上 咪咪 肚皮不要露到外面吗 他的还没洗 这个鱼 花花花的下 我今天也是穿脚件衣服 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老年人还在火坑上用等罐煮饭 到时候我也拿一个等罐煮给大家看一下 那种饭煮的挺香的 那种就是煮完饭里面有锅巴 电磁炉它是没有锅巴的 电饭宝它是没有锅巴的 今天虽然说下雨啊 但是没有风 将蒜下锅 冰红椒 萝卜 这个时间 把那几只梗放进来 因为有黑妞在这里 所以那几只梗看到我在这里烧火 它都怕火 加水煮一下 OK啦 然后下面就是用小火这样吹着吃 呃 没烟习惯的朋友啊 如果说坐到我这里吃饭的话 这个烟雾会受不了 这是火 你怕什么 呃 我们这边 有时候遇到那些恶劣天气 我一年下的是好多天雨 像我在这山里面 遇到下雨天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待在家里面喝茶 不过我喜欢这种香烟生活啊 之前也经常连续一天 呃 一次很多天雨 我就坐在家里喝茶啊 五一炉这样 呃 煮菜啊 和小哥小哥小猫互动啊 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所以不为力 呃 可能 给一部分的粉丝朋友要失望了 呃 我的鸡的话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 很多朋友都要加五威 然后呢 我都说都预定出去了 呃 没有卖的 好 然后 其实每一个平台都有啊 其实这样的粉丝朋友 在某些平台还比较多 呃 然后没买到鸡 我也没有时间去回复它 呃 加五威的 没时间去回复它 然后在我的视频下方 评论区里面 呃 阴阳怪气的来带节奏 呃 那这样的话 就两个选择 鸡 昨天晚上 呃 我把就是 给我预定鸡的朋友的 前定鸡已经全部退给他们了 呃 跟他们道歉啊 不好意思 呃 鸡的话 第一个要么就是上架 呃 到时候你比如说 一批鸡也就是几只嘛 多的最多十只鸡嘛 呃 上架你们能抢的到就抢 抢不到 我也没办法啊 呃 呃 这第一个决定 第二个决定的话 我可能会把鸡送给大伯 呃 把公鸡送给大伯 呃 母鸡的话 自己留下来 鸡蛋 呃 以后如果说 养鸡技术 呃 自己觉得过硬了 呃 呃 让它慢慢繁殖 我送给大伯的原因的话 也就是第一个原因 呃 就是怕很多朋友 最后抢不到鸡养 最后 呃 又来对我产生很大的不满 第二个的话 大伯一直帮我很多忙 呃 很多朋友要我开工钱给他 我现在开不起啊 呃 我建考房还给大伯借了三万块钱 呃 把鸡送给他 呃 然后的话 大了让大伯能卖一点钱 就这两个 一个上架 一个送大伯 你们觉得哪个 更好了 要不然的话 到时候有不少人 呃 朋友收不到鸡的话 肯定 对我有很大的不满 这段时间 粉丝也长不到了 牛量 特别是一些主牛平台的 牛量大幅度下滑 呃 这主要就是和我视频的内容有关啊 做不出好内容 拍不出好视频的 我饭都吃完了 他还保持这个姿势不变 哦 我没打扰你吧 说明他没醒 是我刚才把它吵醒 这雨下的 没完美 谢谢我 给你